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芋头切成块扔到电饭锅里 煮饭的功夫出锅就是一道美食 一定要选择这种大的利谱芋头 这一个重量是1斤左右 盖刀切成大一点的块 小块的容易煮烂 切好后装入到锅胆里 加入50克烈乳 35克冰糖 1斤芋头加烈乳和冰糖的量 我觉得这个甜度刚好 再加入180克清水 直接进电饭煲 按煮饭键 每家的电饭煲煮饭的时间不同 建议后面的时候打开锅盖看一下 剩极少量的汤汁时 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汤汁剩的比较多 要继续煮一会儿 吸收 因为这是精华 奶香奶香的 汤汁基本所剩无几了 小心翼翼地将芋头块夹到盘中 静置放凉 刚煮好的芋头是比较软的 也可以放到冰箱里 冷藏一会儿再吃 这样就比较时程了 直接吃就已经很香了 浓郁的奶香 绵绵软软的 没想到芋头这样做 这是既简单又好吃 一斤芋头三个人抢着吃 瞬间光盘 简直不要太美味了 相信我你一定要试试哦 保证不会后悔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